你们这十万人中 大部分人将会被淘汰 只有两千人能留下 他就是你提到的那个陶龙 这小子天儿才能 您需要我帮您把背后的人揪出来 手机 我有几个问题了 都着了 背后的人果然是莫蕾丝 本次考核第一名 陶龙 谨声中尉副指挥官 好耶 打扰到红外线 我竟然没有权限 查看莫恩雷斯 最近一年的通话记录 这么大的交易数额 这一次可被我抓到了 什么 自走炮剑了 怎么听我明明帝国的机械呗 怎么听我呢 怎么听我呢 就讲什么 怎么听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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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事 不 我 怎么听我呢 别 我 我 老大 我们来了 老大 又变帅了啊 长官 他们就是你让我帮忙找的 剑船成员 通讯兵吉娜 长官好 领航员 陈怡 长官 还有一个你的粉丝 驾驶员 艾尔华 长官好 希望有机会 能跟你这样的高手学习 你们好 我叫唐龙 欢迎你们的加入 怎么样 我老大帅气吧 要不是他赢得了 少尉选拔的第一名 我们怎么可能来这里 他可是未来要当元帅的人 唐龙元帅好 这可不许乱喊 以后 我们就是生死与共的战友 是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我的新队员 试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啊 唐龙中尉 审师 你来这里干嘛 看来你还什么都不知道 给他看看 怎么可能 丽娜莎失踪了 我奉命接替她的空缺 你现在应该叫我 忠孝或者沈教官 是真的吗 听说丽娜莎忠孝很看重你 虽然她现在失踪了 不过放心 我也一样会重用你 你就替代奇纳成为我的助手 奇纳尚尚未解除舰队所有之物 另有任用 是 从现在开始 所有战舰由我带来的舰长统一管理 任何新兵 未经我允许 不得进入炮舰 忠孝 你要让舰长们只上台并 这样的训练方式 容我拒绝执行你的任命 唐龙中尉 抗命的后果是什么 不会没有体会过吧 唐龙中尉 我们尽快办理交接吧 这就对了 一群没有战舰作战经验的菜鸟 有什么资格抗议 等有一天 你们能战胜老兵再说吧 奇纳尚未 丽纳杀忠孝为什么会 就到这儿吧 丽纳杀忠孝的事情 我无可奉告 你不相信我 希望 你能走出自己的路 我没法再帮助你了 才刚逃出虎口 没想到 是要没开二渡呀 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重聚在一起 就不用怕他 文雷斯 你凭什么绕过我们 鸭客军区司令部 对自走炮剑进行人事调动 我自走炮剑只是在你们骇可行祖剑 并不属于任何军区 现在银英帝国频频示威 连自走炮剑的总教官都遇兮了 以后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哪还有时间让一群新兵求闹 再说 沈日他也是你的部下吧 你 好了 二位将军不要争了 现在接连发生两次恐怖袭击 而丽娜沙中校也失踪 生死不明 整件事都需要彻查 严查 好给媒体一个交代 总统官下 大选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看这次大选 您是胜券在握呀 元帅 没想到丽娜沙中校这次行动 会变成他们翻盘的机会 属下失职 没有约束好部下 只是自走炮剑 绝不能让穆恩雷斯抢过去啊 星灵 阿姆斯特元帅 有什么吩咐 麻烦星灵小姐调查一个人 骇克星四十五连中尉 唐龙 想不到经历千辛万苦 只能在外面看上一眼 不服气 就这么走了 谁能服 那就证明给沈日看 你们是合格的见证 这会儿 老兵正在太空中训练 敢不敢和他们比划比划 违抗长官命令 可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我是副指挥 出什么事情 我担着 好 我去 与其这样无所事事地待下去 还不如闹一把 是啊 对啊 等进 真实的战舰是这样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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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船员 尽快就位 报告长官 刘四号已就位 领航员已就位 驾驶员已就位 各位 这是证明自己唯一的机会 出发 是 报告中校 刚刚收到消息 唐龙私自带领新兵 驾驶自走炮剑出港了 很好 给我接唐龙 唐龙主位 你在做什么 为什么带头违反我的命令 你可是抗命的后果 长官的命令 是新兵没有掌握战舰战斗技能之前 不许上线 可如果这些新兵 能够战胜你的老兵 不就说明 他们已经是合格的舰长 好 唐龙 你想鄙视我成全你 你要是输了 就等着受罚吧 唐龙主位官 我们只有六艘战舰 敌方有上百艘 敌方战舰数量太多了 我们怎么可能突破这样绵密的防守 吸回他们的指挥剑呢 自走炮剑的优缺点很明显 正面火力强 侧面火力弱 所以 我们用UT战术 侧翼袭击 直取对方的指挥剑 UT战术 这不是星际航行时代前的 古代的海战战术吗 这么多体验 怎么确认哪艘才是指挥剑 把他们的指挥剑引出来 所有舰队听令 我从正面攻击 吸引敌方火力 其他人听我命令 从侧面突袭 你这样不是自投龙王吗 如果你的指挥剑被击毁 我们就输了 我相信你们能完成这个任务 请你们 也相信我 是 唐龙 唐龙忏不住气了 单枪匹马 他这是找死 看来他也就是个猛夫 那 我们就教教他们 是 所有部队呈攻击队型 准备迎敌 别紧张 我会在一旁辅助你 是 冲上去 赵子消耗速度 唐龙撑不过一分钟 我这是高看他了 很好 保持速度 特意部队 听我命令 出击 有效果 压大攻击 我们上当了 唐龙是诱饵 慌什么 UT战术 真是老掉牙的东西 命令部队调为扁平这些 加强纵身防御 保护指挥剑 从侧翼袭击 可惜兵力太少了 只要拖下去 唐龙就是在送死 这东方 敌人变换的队型 我方袭击受阻 别放弃 记住我的话 不管发生任何事情 你们要保持进攻状态 我们等你 防护照消耗过半 最多还能抵挡两发雨雷 找到你了 遇到突袭时 敌方下意识变证 保护指挥剑 反而他暴露了 就是最中心的那一艘 敌方导弹锁定我们了 是时候了 不要躲避 停下去 什么 快照做 防护照只剩百分之五了 关闭引擎 通讯 防护照 结束了 立刻拟定唐龙违抗军令 擅自驾驶 自走炮剑的处罚命令 是 不好 指挥官被击毁了 别忘了指挥官的话 不管什么情况 继续进攻 指挥官都挂了 你们还来送死吗 唐龙正逐定情下火 直冲我方指挥剑 快 站进转向 击毁唐龙 现在才发现 完了 开火 是死不 唐龙骗了我们 他的战架还没被击毁 老巫 叫唐龙来这里见我 是 加油 跟我们赢了 掌冠太开了 掌冠的预判太厉害了 甚至果然采取了扁平的防守阵型 原来你一开始就打算是由自己进行助攻 我们才是诱饵啊 只是为了对沈日进行诱导而已 他肯定也知道UT战术 我们能取胜 还是靠他轻敌 唐龙中尉 请立刻到指挥室报道 唐龙 不得不说 你的确是一个优秀的军人 忠孝 你该履行承诺 不过 你只有活着 才能当上指挥官 忠孝什么意思 联邦数十万星球 四大星区 无数将军 但整个军队里最重要的只有两人 也就属元帅奥姆斯特和穆恩雷斯将军 一个正确的选择 才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所以 你的意思是让我选边站 我来当兵 是为了我自己 为了我的家人 还有我关心的人 不是为了给任何人卖命的 希望沈日忠孝信守承诺 恢复新兵的实战资格 将军 你听到了吧 唐龙太不受控了 新兵们不是想上剑实战吗 满足他们 安排一场实战演习 在演习的时候除掉它 你亲自负责 求之不得 此次演习地点 是著名的死亡地带 不仅是为了测验诸位 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 也是为了彰显联邦的强大 希望诸位不如使命 演习将由唐龙副指挥负责蓝防 我亲自负责红防 所有单位听令 立即跃迁到作战位置准备 报告 星际穿越门已开启 跟我斗 唐龙 你死定了 舰长 准备跃迁了 出发 预警启动